小朋友开心的拿着自己刚坐好的DIY风车 这是由国立台东生活美学馆生活工方 所办理的亲子DIY体验活动 为了庆祝母亲节办理一系列相关DIY体验课程 而且完全免费 有不少亲子组爸爸带孩子 妈妈带宝贝 一起在母亲节的前夕体验好玩的手工DIY体验 就想说DIY的东西就带小朋友来试试看 OK 那你觉得把小朋友带出来做这些东西 你跟他的互动会有什么样的帮助吗 就可以一起玩 就当作是一起玩游戏啊 老天爷非常疼爱各位小朋友 那他为了要无为不知的照顾各位小朋友 所以他派了一个人来照顾我们 这个人是谁 大声一点 妈 所以我们要谢谢妈妈 好 好 大声人说 谢谢你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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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活美学馆办理这次的活动 邀请到许多专业的老师 来教大家进行各种的体验 像是草边小龙 月桃鱼 应染杯垫 竹边风车等 虽然有些小小朋友不太会自己动手做 但是在跟家长一起努力之下 也营造出很棒的亲子DIY互动情感 因为本身我是军的 所以通常跟小孩子的互动变得比较少 如果这些活动都有的话 我跟小孩子的关系会越来越好 就有家长非常肯定这样的体验活动 不仅可以让小朋友多一点学习机会 也透过彼此协助完成作品 达到亲子间互动的交流情感 其实可以让小朋友生活上的体验 我觉得非常的好 那像我们今天做这个闪电量环保袋 那小朋友他可以在我们很素色的一个 环保袋的上面 他可以彩绘他的图案 然后我们让大人再用这个 这个珠子再把它缝上去 我就做一个亲子的结合 让这个作品是我跟孩子一起完成的 我觉得非常的有意义 整场活动相当温馨 在开始前也有可爱逗趣的带动唱 以及向妈妈大声说爱的宣誓 也提前预祝所有的母亲 母亲节快乐 东泰宣布陈静雄的采访报导